好,我们已经上五环了,转到这个扶楼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已经亮起来了,我们可以双击 自驾导航辅助已经活 它现在就是自动提示变道,然后我们可以轻转换,确认换到 但因为车后好像有车,所以说它会适当减速找机会去换 后面又来了一辆车 它一直在动态的调整速度来找最合适的机会 可以找到机会了 它又提示了机具,可以再继续往里换 我们再确认掉,确认了以后可以看到 左边有一辆车 有车的时候它就会把目标车的显示层从侧 没有了以后它就会变成蓝色,然后就会自动往里换 这个就要在驾驶上去出风转换盘,确认它确认 对,它一旦产生意图了以后你就确认 确认了以后接下来它会自动找机会,你就不用再确认了 这个有两种方式,也可以轻拨转向灯 对,轻拨转向灯或者其他换盘都可以去 当然因为这个是辅助驾驶,所以说 如果你长时间手不复放盘 它会提示让你手轻不放盘 所以这块还是要确保自己的手要长时间 按交规来还是要复在放盘上 保证这个车上的安全 保证这个车上的安全 我们基本上小雨中雨到比较大的雨 我们都是充分测试过,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有做这个雨量检测 然后雨量如果太大,下暴雨,有太大的雨 我们也会自动的把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会抑制掉,防止驾驶员去滥用 或者说驾驶员去挑战那个系统 还是让驾驶员更安全吧 然后在它这个自动处发便道的这个前提下 基础上嘛,我们如果想干预这个车 我们也可以手动便道 我们可以手动打这个转行灯 然后它也可以想用我们手动便道的这种请求 然后当然也不用担心我们手动便道 会给它这个导航的路线会捣乱 不会,它会自动来检查说你这个便道会不会影响到导航 如果会影响到,它会拒绝你 然后你便完了以后 它如果后面它觉得还在等下导航来 它还会帮你再便回去 对,所以人可以非常随意地跟这个车去做这种交互 不用担心你能看到车的这个导航的路线 好,这个数字测试我这边可能还真不掌握 应该有几百万公里了吧 这个具体这个数据我们还真不掌握 对,我们有我们有我们有专门的那个测试部和大批量的测试车 然后它那边又提示我这个可以向上便道了 好,我能确认一次,便回去 对,这次因为测试没有车 所以它就很干脆果断地就翻过来了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这个轻胀车 我们这个也已经识别出来了这种轻胀车 我们在经过它的时候我们车会自动地靠左 而远离这辆轻胀车 当然是一个很微微的靠左 不会让人觉得不舒适 大家看到现在虽然雨不大 但是因为刚刚上午下了比较大的雨 所以地上有很多积水 周围的车辆 它这个翻起来的这些水雾还是比较重的 那这些水雾其实对于激光雷达达来说 营养是很大的 所以说还是需要用比较重的这个AI的测法 来去除掉这些雨雾 然后我们现在自动,哎,雨突然变大了 我们这时候要自动时速达到 嗯,它得自动减速,然后时速达到 然后前方呢,我们可能就要到了这个程序了 这么远的你就能看到有红绿灯了 嗯,对,红绿灯检测有一两百米 就可以体验看到红绿灯 对,然后它自动打左转灯 然后准备在这进行一个左转 这个左转的路口很大 哎,它捡到黄灯了 它今天捡到黄灯了 所以它就决定了不闯那个红灯了 然后不去抢这个黄灯了 然后按规矩来,它就停在了这个停的线上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红绿灯检测 除了检测红灯绿灯以外 包括像黄灯,绿闪 然后还有这个倒计时秒数 都能够非常智能的检测 所以说在对于红绿灯的处理会很安全 这雨下的我们车里已经体悟了 但是这种红绿的系统还是顺旁工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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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路口 路口里面的车都会很稳定的剪出 包括路口对面外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施工的车都已经剪出 变绿灯了 它已经变绿灯了 然后它普通起步了 这个路口过得还是挺抹断 刚才有辆车突然要冲过来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紧急的向右的避罩 然后避开这张车 这个车我们担心的会过来 所以我们被被的简单减速 然后它过去了以后 我们再把速度加起来 也是通过这种预防性的驾驶来避免这种紧急场景的这个产生吧 但这种风险的减速动作都会非常轻柔 就不会让人感觉到它在点下或者点头 不会有正动作 舒适性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儿又要做一个左转 你看看路口里面还有这种三轮车 我们的感知系统也已经正常显出了 因为在里面会有显示 前面有车车 从路边行车出来 后面有车的 这条小路感觉还是挺复杂的 周围的车 感觉都挺着急的开的 交货差点特别多 交货差点特别多 可以看到这周围的场景 包括前方的路口 以及周围的停的这些动态的车辆 包括这些自行车 顺着够马路的车辆离我们其实很远 就包括右边这个三轮车 都可以很稳定地点出 这也是我们做交货的一个基础 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无保护的一个走转 可以看到路边停的这两台车都很稳定地点出了 前面过来了一个老大爷 然后看我们的车能不能点出 好 点出这个老大爷了 并且我们的轨迹线做了一个避让 我们往向左避让开这个老大爷 避免和老大爷距离过近产生风险 我们要在前面要左转 然后因为左一你看是个掉头道 所以我们其实虽然要左转 但我们走到了左二 这个路口也是一个形状很奇怪的一个路口 一个锐角的一个途律 它提示我可以先要返回到 也是可以先打返回到就可以去让返回到 然后前面有一个出车 然后它在靠边 然后我们通过它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也是向左 要避了一下 前面这些大车 你看我们的办法都会微微的调整 非常轻微的调整 让来和这些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这是一个从一个小路汇渡到主路 今天运气挺好的 主路上没有什么车 我们前行又是一个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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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路口里面有可能有些车过来 所以我们看到交互 我们上到了五环的幅度上 这个限速的切换还是挺快速的 对加速加的很果断 一个老自己 不会说上了五环了以后 还肉了八鸡的不加速 龟速 对 其实我开车最讨厌龟速车 它路搞得很堵 确认回路主路 回路主路其实挺难的 主路有很多车 必须得急加速 然后果断的飞进来 然后才能成功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被 主路里面的车给 载到那个车道飞不进来 提升车道 而且它的限速是按照车道的 你看最右侧车道 限速80我们就开80 后到那侧车道了以后 限速100 我们也会自动停速到100 所以这个和我们的 手机里的导航力图不一样 手机导航力图是 只能知道这个道路限速 但是我们这个车 会实验到这个车道限速 确保不违章吧 这个车道的车道 应该可以是好的 成功 向前一向 应该是这样的 所谓的车道 有几十个车道 人 来 向前一向 前面又试出了 所以它自动的提示让我们往右换 还是依然手握了安排的轻达 就可以确认这座驾档 前面有一个摩托车 我们建筑类摩托车 这摩托车开的速度还不算太慢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在上面跟着这摩托车 不能超过去 所以应该也交规规定了 当然刚才说的我们也可以手动去换挡 这次我们就手动换挡 虽然前面可能会出了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手动换挡 因为气候判断距离还够 它就允许我这次换挡 换过去了以后 过一会儿在车道附近 它还会再提示我们换回去 我们也不用担心会错过车道 我们帮你过来 它马上提示我们要换回去 永远不会担心会错过这个扎道口 跟自己开车不一样 永远不用担心会错过 经常错过 对 有些路口一复达更容易复达 对 像这个你只要按照它说的办 它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那你肯定会达到目的 你不用担心会懂头路 北京的这种绿交桥还是很复达 像这两个就连续的两个出口 自己看着导航偶尔就走错了 由于有些导航 你不知道这个路口该走哪个 对 我们要在这汇出 你看它很智能地选择了 左边这个车道汇出 是因为它知道 接下来马上我们还要靠左走 所以它没有选择去右边那条车道 然后再换回来 这个其实是比人强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我们有全局的视野 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个 最优的车道的特略 像刚才我们就选择 这条车道汇出去 那我们就减少了一次换道 其实减少了一份危险 也比人会开的会更顺一些 我们前面要盘一个桥 在这这个车辆会自动的降速 因为要取绿网和自动的降速 那避免我们侧向把人甩的太厉害 当然也并不是很肉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跟人开的速度差不多 在这个大波上开40多 也不太慢 但是也不会让人感觉心慌 没有那种特别离心力 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出弯的时候 出了弯以后 它会自动的提前就把速度再加起来 也不会说肉了扳机的到直线上才加速 这个提示我们智能辅助驾驶已经到重点了 智能巡航辅助 对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盘桥 我们盘进来以后就进五环了 进五环以后 进到五环以后 这车会自动降级到这个 辅助驾驶 智能的巡航辅助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可视化 就变成了两条线 就没有中间那条线了 但是它的体验是很一致的 所以说其实也并不需要接管 它会很好的衔接 好 我们下了高速 接管调 智能巡航辅助已退出 这就是我们一个全程的一个 A点到B点的一个智能导航辅助 当然到程序以后 我们依然可以继续进入这种 辅助驾驶的功能 然后它也可以处理这种小S2的能力 但这个时候就不靠地图 完全是靠我们的感知系统 也可以处理得非常到位 但是就没有导航信息了 所以说像我们需要进这个插路就需要接管 这种不可以出 这种不可以出 感谢观看